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你是否对今天或明天充满希望 充满对天主的信赖 希望今天2月28日 也是四旬期第二主日的每日圣言 能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因信赖而有希望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9章 第1至9节 那时候 耶稣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若旺 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前变了容貌 他的衣服发光 那样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 能漂得那样白 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最开口对耶稣说 师父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远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都吓呆了 当时 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 从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从他 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 非等人次从死者中复活后 不要将他们所见的 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 却彼此讨论 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释经小帮手 如果你知道 你活着的时间剩下不多 你会选择怎么度过呢 或许会跟亲友道谢 道歉 道别 也许是安排后事 不给家人添加麻烦 无论如何 时间成了宝物 每一分秒 都要与爱你的人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福音 其实 耶稣就是那一位快要离世的人 福音的上下文 都是他在跟门徒们预报 他即将受很多苦 被虐待 弃绝 最后被处死 然后也加了一句 但三天后要复活 耶稣 耶稣怎么面对死亡呢 他增加祈祷的时间 和爱他的天父在一起 也跟他天上的伙伴们 厄里亚和梅瑟 聚在一起 谈要如何面对 这又悲哀 又喜乐的事情 悲哀是因 耶稣的人性 喜乐 是因他的天主性 但让耶稣的心平衡的 是他渴望做天父的旨意 天父给他安排一条 具有挑战的路 但因为信赖父 耶稣看到痛苦之后的希望 和复活 人活着 不能没有希望 不能没有未来 即便知道自己的时光不多 也要因为有希望 而好好活出每一天 主耶稣因为这份依赖 和希望 而显圣荣 显示出天主子的信心 没有人复活过 只有耶稣 而我们是基督徒 就是因为这份信赖 而保持着希望 今天 有许多人事物 能夺走我们的信赖和希望 但让我们莫存心中 天父对我们说的话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从他 听从且学习他的信赖 而获得安心 学习他的希望 而珍惜每一天 也接受每个转弯 带来的惊喜 因为一切 都会为我们好 请品尝圣言 莫观耶稣在最后时刻 复杂的心情 但他仍旧爱天父 爱我们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每天的生活 都信赖 有希望吗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感谢你对父的信心 让我也被吸引在困境中 有信赖 有希望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不管今天 过得顺不顺心 都能对天主充满希望 与信心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